好聽嗎 好聽 對 很聽話 很熟 好像有話要說齁 其實我在家裡面是一個 很愛自己跟自己說話的人 也知道藝人 有時候藝人在家會很不聊 然後不知道跟誰說話 我以前就經常跟自己說話 但是我現在就是很開心 我有一個傾聽的對象 哇 幫我選大哥 就是上帝他會聽我的禱告 我不管跟他求什麼 他都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一個新的生命 就是當我遇到上帝的時候 我的生命就被改變了 我哥哥我昨天 前天問他說 哥 你認識我嗎 然後我哥講說 我認識以前的你 但是現在的你我不認識 我很開心 因為這是我一個很大的釋放 就是我裡面很久以前那種 不願意面對 然後覺得自己很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學問 然後覺得好感人喔 我覺得自己就是很辛苦 我覺得自己就是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呢 我自己會很自責 很多事情做不到 所以 可是我覺得 當我遇到這位上帝的時候 我已經不一樣了 就是我看見我自己的盼望 就是我每一天都有一個新的生活 我變得很開心 我變得很容易愛別人 這是很像從一個惡魔變到天使一樣 你們有這樣覺得嗎 我身邊很多朋友看我現在 都跟我說人家裡變很多 尤其是 很像變得另外一個人 但是這個樣子是他們很喜歡的 而且我也很喜歡的 你們也喜歡我像這樣子嗎 喜歡 那你不一定要跟我去主日嗎 很好 我要帶來一首范小萱的歌曲 我愛你